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防部表示三人在坠机事件中死亡 据澳大利亚天空新闻台周日早些时候报道 当地时间8月27号上午11点左右 一架贝尔波音V-22鱼鹰式轻转弦翼机 在普什奔跑演习期间 在达尔文市以北的提韦群岛附近坠毁 2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坠机事件中受伤 其中5人被送往附近的两家医院 一人伤势严重 报道说该直升机上都是美国士兵 没有澳大利亚军人 参加捕食者奔跑演习的人员来自澳大利亚 美国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东地文 澳大利亚国防部证实了 有一架载有20多名美国士兵的美军直升机 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一个岛屿附近坠毁的消息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就此表示 这是一场悲惨的事故 非常令人遗憾 面对日益强势的中国 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盟友 近年来一直在加强军事合作 7月底一架MH90直升机 在澳大利亚东北部举行的 美澳护身军刀联合演习中坠毁 4名澳大利亚军人丧生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反腐第五刀砍 医药第六刀锁定组织和财经 据中央社报道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高举反腐 评论指出 过去十年习陆续针对军队政法金融及纪检开刀 最新的第五刀则砍向医药 认为下一波目标应锁定组织及财经相关 习近平打破中国数十年来逐渐形成的规范 自十八大成为领导人十年后 去年二十大取得史无前列的第三个任期 掌握权力顶峰 以反腐为名的行动也一波接着一波 英国金融时报8月25号刊出 评论人士叶胜周的文章 指回顾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主要领域 政绩和节奏 第一刀砍向军队 第二刀砍向政法 第三刀砍向金融 第四刀砍向纪检 其中政法纪检两个领域 先后实施全国教育整顿 虽然今年四月以来中国经济复苏乏力 但反腐战场却高格猛进 出现的第五刀则砍向医药 据中国媒体中心网的不完全统计 今年1月1号到8月17号 全国至少有184位医院院长书籍被查 数量超过2022年全年约75名的两倍以上 文章指出 虽然二十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 确定今年重点工作任务时突出重点领域 并未点名医疗 但这并不奇怪 因为全会召开的时间 为全会起草材料的时间 正是第一波疫情全国蔓延 当时处于抗疫阶段 不是广泛深入调查的恰当时机 以免动摇军心 中国抗疫三年 一线医务人员就死扶伤 但也不容否认 人性之恶行业之恶 不会因为有了病毒后就主动消失 医患矛盾 医药 养医 看病难 看病贵 没有根治 只是暂服 医疗药品和器械的高额回扣 不是秘密 而是顽疾 文章认为 医疗反腐之后 如有第六刀 应砍向组织 有必要在政法系统 纪检系统之后 实施全国组织系统教育整顿 并指励志的腐败 是最大的腐败 文章指出 令反腐第七刀 应砍向财经 重点是发改委 财政两个部门合成发财 一个掌握项目审批 一个掌握政府钱贷 正是中央纪委界定权力集中 资金密集 资源丰富的重点领域 也是腐败一发区重灾区 最近几年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南 已被查处 另有副主任提前退休 还有价格司 就业和收入分配司 工业司 代管的国家能源局 一批私局局官员落马 这两个领域和医疗领域一样 油水太多 大刀阔斧反腐后 更容易弥补国库亏空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台湾分开并列 习近平未纠正引发热议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南非观赏 一场中华文化表演 当解说人员表示 股市来自中国和台湾时 习近平未纠正被微笑符合说 台湾 哦台湾请来的呀 网友表示 主席不介意将台湾与中国分开 中国一直恐吓统一台湾 无论在国内及国际场合 都称为中国台湾 但近日习近平出席南非金砖国家峰会 由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陪同观赏一场中华文化表演时 听闻解说中国和台湾的反应 在网络上掀起热议 据佛光山南非南华寺介绍 其所属天龙对南非女青年们 日前受到南非政府邀请 在南非总统官邸表演中华古艺 习近平对表演赞叹不已 表演结束后 特地上前与学生们问候聊天 另据社交网站推特账号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分享的影片及文章 南非总统幕僚也发布了这段影片 习近平观赏演出后询问 这是中国鼓吗 跟谁学的 一位女性解说员以中文回答 主席您好 我们是佛光山南华寺在台湾的 专门促成中华文化在各国的传播 他还进一步表示 这种鼓是专门在中国和台湾请的教练 习近平听了解说后 当场为家与纠正 并微笑着点头说 台湾 哦台湾请来的 一旁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向习近平确认 问This is Chinese 习近平则点点头说 中国股中国股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提到 过去很多国际品牌或是艺人 因为将台湾与中国并列 而遭到中国官媒和民众抵制 但显然主席本人并不介意这一点 这一段影片在网络上掀起热议 有网友表示 习近平自己也没在前面加上中国二字 这不是默许台独了 以后学习主席开心称呼台湾 圣上辱华了 亲自台独 这个小粉红不敢冲吧 别的艺人就惨了 你们这个是中国股吗 这个跟谁学的呢 主席您好 我们是佛光山南华寺在台湾的 专门促成中华文化 在各国的传播 我们的股是专门在中国和台湾情的教练 台湾情来的 对 哇 而且他们就是今天非常的高兴 中国股 对 对 这个是 非常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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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非常有激情 非常有激情 网传川投集团纪委副书记杨超自杀 据星岛日报报道 针对网传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纪委副书记杨超自杀一事 8月26号下午 该集团公司工作人员回应中国媒体称 一切以公安机关调查发布为准 具体情况无可封告 上游新闻引述接近警方人士消息报道 此事排除刑案 公安机关不会就此发布通报 8月26号中午 有网传信息显示 成都市武侯区临江西路川投大厦19楼 有人割腕自杀 已死亡 死者为49岁的川投集团纪委副书记杨超 经现场勘察初步排除刑案 死者遗体已送殡仪馆 大碗新闻报道 从四川成都市南陵殡仪馆了解到 确实有一名名为杨超的死者 从川投大厦被送到该殡仪馆 目前遗体正存放在该殡仪馆内 据了解 今年年初川投集团发布一则 川南发电 川投集团督导阻来公司 督导已按促改工作 消息显示 川投集团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川投集团纪委副书记 纪检监察室主任 名叫杨超 但是26号晚发现 此信息已被删除 此前川投集团有多名官员落马 其中包括两任董事长 副董事长 总经理 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等人 去年4月7号 川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前副总经理杜宏被调查 2018年10月 杜宏任川投集团副总经理 2020年12月 转任资深经理 2021年10月退休 不到半年后落马 2021年7月 川投集团前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国强被查 2021年1月 川投集团党委委员 职工董事 工会主席刘晓阳被调查 2014年12月 时任川投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黄顺福被查 2014年8月 时任川投集团副董事长 赵德胜被调查 2019年1月 川投集团前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 总经理高纯被查 2016年12月 时任川投集团 副总经理朱冰被调查 毕桂园等找钱还债 出让广州亚运城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为了打造中国崛起形象 2009年11月 中国政府在广州亚运会 召开前一年 出让一块巨无霸土地 总用地面积达2.7372平方公里 同年底 碧桂园等民企以255亿人民币的天价取得 打造广州亚运城 如今随着中国建商 接连爆发财务危机 广州亚运城四大民企股东 碧桂园 世贸 富力地产 亚居乐 忙着找钱还债 已经全数退出开发案 改由中国央企 中海地产接手 中国建商碧桂园开始脱手资产自救 8月25号晚间 碧桂园公告称 将其在广州亚运城项目中 持有的26.67%的股份 全部转让给中海地产子公司 交易总额为12.92亿元人民币 碧桂园预计获利5亿人民币 这笔交易正式宣告广州亚运城 原来的民营房企股东权挂 富力地产 世贸 亚居乐 和碧桂园四大民营股东 都因财务危机退出此开发案 中海地产成为广州亚运城的唯一股东 公开资料显示 在广州亚运会召开前一年 也就是2009年11月 广州宣布出让位于 潘渝区的广州亚运城项目土地 这一宗开发案规划总用地面积达 2.7372平方公里 除场馆等设施以外 此笔交易涉及14块未用开发地 总建筑面积为585万平方公尺 超过2009年广州其他住宅用地 出让面积的总和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披露 这块居无霸土地的出让 底价165亿元人民币 2009年12月22日 由富利地产、碧桂园、亚居乐 三家民企组成的联合体 最终以255亿人民币的天价 击败了由中信地产、保利地产、万科 三家企业组成的联合体 拿下开发权 此一开发案成为当时 中国总价最高的帝王 直到2016年8月 这项桂冠才被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一期以出让金310亿人民币夺走 接着碧桂园等三家民企联合出资 成立广州利和房地产开发公司 作为广州亚运城的开发主体 未料拿底半年以后资金压力沉重 2010年6月 广州利和就宣布引入中信地产 世贸集团两家房企 仅中信地产一家是央企股东 随着房市热潮 广州亚运城销售业绩强滚 但是复利地产认为该开发案不赚钱 早在2017年6月任赔推出 时间来到2021年 习近平的三道红线出炉 房地产遭到重击 民企陆续爆发财务危机 处境艰难 发行大量永续债的亚居乐债务缠身 在2022年1月14号 宣布将所持有的广州利和股权 转让给中海地产 世贸集团情况更恐怖 市场屡次传出世贸集团信托违约 最后也以18.45亿元人民币的价格 将广州亚运城的股权让给了中海地产 外界认为 中国央企背景的中海地产 之所以可以接二连三的成为接盘手 主要是这一轮房地产危机受伤较轻 加上本来就是广州亚运城开发案的股东 对此开发案的资产品质和债务有所掌握 不过资料显示 广州亚运城早过了风光时刻 今年前7月新房成交数只有362笔 在全广州排名26 被销大半年的销售量 不及2018到2020年高峰期一个月的成交量 在2023年上半年 广州亚运城每平方公尺价格落在 2.8至3.2万元人民币 曾经的刚需天堂已经跌落神坛 网易B站跟官方唱反调账号被封 据法广报道 在日本排放和废水入海后 中国知名媒体之一的网易新闻 8月25日在其哔哩哔哩发表评论内容 提倡不结婚不生孩 不买房不买车 躺平等主张 被质疑是在暗讽当前社会问题 与官方政策唱反调 该账号很快被封禁 中国官方对于日本排放和废水 一向维持谴责态度 据香港星岛日报及社交媒体 推特账号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文称 网易新闻25日在bilibili官方账号发文 指鉴于邻国排放和污水 小编认为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该则贴文提出四点意见 例如不要结婚生孩子 不能污染祖国的下一代 多存款少消费 已被意外发生 不要买房不要买车 人可能活不了那么久 尽量在家躺平 不要出门乱跑 不出门上班也没关系 报道称 网易新闻随后同一天下午删除该动态贴文 随后其b站账号被封 目前进入该账号 仍可看到该账号被封禁的字眼 最新贴文是已是24号发布 其中一则是寿司店遮盖店内日本字眼 对此有网民调侃到 上一次封禁是2022年度新闻盘点 就当放暑假了 有网民说 网易造反了 网易不想活了 网易有种 网易你是我的神 网易一向有态度 要是全国人民都有网易这觉悟 还有救 报道指出 日本24号开始排放河处离水 中国同日起全面禁止原产地 为日本的水产品进口 中国官方更发动舆论战 谴责日本的做法 不少中国网友声称应抵制日货 在中国的日料店纷纷表态 只会停止使用日本食材 更有寿司店声称 从没使用任何与日本有关的食材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日本游狂退团 国庆旅游市场声变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日本启动辅导和污水排海后 中国赴日旅行团出现退团潮 多家旅行社表示 国庆假期的旅游路线推广计划 将会做出调整 暂时不再大力推广日本游 甚至考虑暂停相关营销计划 文旅部公布的第三批恢复出境旅行团名单后 日本随即成为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在线旅游平台协程跟团搜索量数据显示 前段时间日本搜索量已经超过东南亚的泰国 新加坡越居出境游第一位 但随着日本和污水排海引发的安全问题 国庆黄金周期间 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的预期大幅降低 不少旅游企业人士透露 已经有一些客人开始退团 我原本是打算国庆假期去日本旅游 已经在准备签证材料了 但这几天看到日本的排污入海事件 我和朋友们也开始重新考虑假期出游的目的地 消费者李小姐称 第一财经引述一家大型旅行社的相关负责任职 这几天已陆续收到客人退团的通知 还有一部分客人原本是打算在国庆期间赴日本旅游 现在也开始观望 并未及时下单 在携程同城屠牛和驴妈妈等在线旅游平台上 尽管日本旅游产品还在销售 但并未放置在显眼位置 此外不少旅游企业表示 在接下来的营销当中 尤其是国庆假期的旅游路线推广计划中会做出调整 暂时不再大力推广日本游 或者会将日本旅游的相关营销计划暂停 部分平台则改为主推德国英国和北欧多国旅游路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提供